大家好,歡迎收看這一節的問答環節 身邊的嘉賓繼續都有 藥材證券研究部分析員譚志樂安樂 就為家庭觀眾去解答股票問題 家庭觀眾如果有股票問題可以打電話來 204-6566 又或者是馬上電郵給我們 事不宜遲先去接聽第一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任先生,任先生你好 你好,兩位主持人你好 你好,想問哪隻股份 1299有幫和939現行 這兩隻股份有沒有拿著貨 兩隻都沒有 我想問這個位置入 駕駛到12月聖誕節那些位置會不會上升 好,先看看健行939 家庭觀眾其實都沒有貨在手 想駕駛看看現價來說 好不好入手呢? 如果放到12月的時候 那個上網的空間又有多少呢? 對於建行的看法 你說接下來下半年到年尾 可否繼續拿著呢? 從現階段的角度看回 你說內地方面 其實未來來說都應該在銀根上面 或者大環境一些政策上面 刺激經濟上面 在經濟上面也是有些會刺激政策 會有機會出到你 你說內銀股當然能夠受惠其中 但是從短線的角度這些位置 要不應該買呢? 好似健康為例呢? 我覺得不妨先等下 因為始終在現階段 一眾的內銀股都會開始發佈業績 你說今晚呢? 你說中國銀行也會公佈他們的中期業績表現 我相信一眾的各有銀行股 就是中國銀行 工商銀行 健康等等 業績應該不會有很大的個別性 差異在這裡 應該都是大同小異的 所以你說不妨等一份中國銀行業績 看看市場 擔不擔心那個不良太風的問題 惡化等等的因素 再做一個投資部署 因為你從技術走勢看回 我覺得後市來說 是有條件看回好一點的 但是你說短線來說 見到6元初步來講 有個大一點的阻力位在這裡 是不是這麼快能夠突破6元這些位置呢? 我覺得未必的 反而股價有機會 下市一條50天線 5.7這些位置左右都不出奇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真的要買的話 不妨等到股價回落到5.8 以下這些位置 才做一個吸納的部署 如果你說放到年尾的話 我相信股價的確很大機會 也能夠突破52周高位 6.3元這些位置 整個目標 我覺得有條件看回6.5元以上的水平 好 接著就是1299 同樣的情況 都是沒有貨在手的 看到近期來講 叫做回落一點點 比起之前的升勢來講 做到42.5元 現在來講 可否入手呢? 擺到12月 又會不會是有得升呢? 兩種比較上來 健康之前提及到 最主要都覺得 下半年來講 內地會有些放寬銀根的政策 或者是刺激經濟的政策 一到來 這方面是有利整個內銀股的表現 但論現階段手上的基本因素 健康的基本因素 可能就會差一點點 但相反 你說有幫的基本因素 現階段仍然是非常利好的 你見到他們最新公佈那份業績 都見到新業務等等 新業務價值增長的表現 能夠保持著兩成多的增長 你說一眾的保險股 最重要是新業務價值的增長表現 只要維持著一個強勁的增長 相信未來來說 他們的保費收入 整體公司順利 應該有個不錯的表現 亦都見到有幫保險 在東南亞地區發展的勢頭 非常順暢 前景來說 我覺得仍然有條件提高一點 所以你重回整個技術走勢看 雖然近期來說 股價衝高到43.8元這些位置回落 但我相信在42元這些位置 應該有個不錯的支持力度 所以你說有幫保險 我覺得你說在42元這些位置賣 中線拿著問題真的不大 只要把指設價設定到40元 承擔風險都是5%左右 後市的目標 我覺得有條件望45元以上 我覺得目標可以看到48元這些水平 好啊 希望可以幫到任先生你了 也麻煩你的查詢 我們轉聽第二位家庭觀眾的電話 電話旁邊有梁小姐 梁小姐你好 是啊 我想問一下 1668 他的業績好不好呢 還有上網多少 還有紫舌位多少 我想問一下 有沒有拿著貨在手的 有啊 多少錢到賣入呢 三個八號幾 近排整天都不會上 又不上 又不是怎樣下 我想問一下好不好 嗯 好啊 看看1668 華南城 現在正在做三個八號九 今天正在升兩仙 家庭觀眾在三個八這些位置 有貨在手 就想問一下 究竟業績方面好不好 見到近排來說 看圖表都好像比較橫行 不想不下 究竟這隻股票還拿不拿著好 怎樣部署 對於華南城的業績 其實我的看法 沒有特別樂觀 或者是太理想的看法 始終股價近期來說 比較波動 一時又會大升 一時回落 大升主要原因 始終在騰訊入股之後 市場在衝敬他們 跟騰訊方面 未來來說 在物流方面 會有很大的合作空間 甚至他們其他貨倉等等 物流方面的業務 前景是有條件提高一點 所以我覺得 只要做好風險管理 就算業績 我相信真的沒有太大的經驗 都好 我覺得都值得繼續拿著 始終在講未來來說 這個股份是講前景 未來的商機是有多大 所以你重回整個技術走勢 如果你三個八這些位置買了 我覺得你只要把指洩位 設定在三個七這些位置 承擔的風險非常小 我覺得只要不跌穿三個七這些位置 繼續拿著問題是不大的 短線阻力位是分四元這些位置 但如果能夠突破四元這些位置 我相信股價是有條件 看回4.2甚至是更高的水平 所以我覺得你可以維持的策略就是 將指洩位設定3.7 不跌穿3.7 繼續向上望 等到股價升到4.2這些位置 才考慮股出來搶 好啊 跟著是否還有一隻股份要問的 是呀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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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我又問一下她的成人 最近都最少低位成人 都沒有上又沒有下 好啊 那1.1.1.0是否金活醫藥集團 是否這隻 是呀 那看一看 這隻現在做2.2的 今天來說先下跌2 家庭觀眾暫時有沒有貨在手 是呀 2.1.8買了 我看上望多少指示 多少成人都不上不下 好啊 那情況也是 比較橫行一點 在2.1.8這些位置 就買入了 現在做2.2 究竟這隻呢 即是怎樣部署 怎樣看著她的表現呢 那你就看回了 金活醫藥 其實你說她雖然近期來說 的確沒錯 是不上不下 但是你說股價在今年年初 段時間 很明顯地炒了上來 那你說累積升幅 是非常誇張 由之前1元左右的水平 升到3.6 升到差不多三倍幾 所以你說近期來說 可能真的啦 之前升得比較多 有個升後的消化在這裡 那你說說金活醫藥 其實你說論前景 我覺得未至於一面倒地看淡的 但是你說從現階段的勢頭 短一點點看回 比較關鍵的支持位 在2.1這些位置 如果跌穿2.1這些位置 擔心股價是會試回1.9毫左右 這些水平的 所以我覺得怎樣去部署 現階段可以考慮 將指示位置在2.1先 不跌穿2.1 暫時來講繼續拿著 短線阻力位在2.4這些位置 但是你說其實醫藥版化 我覺得今年來講 都未必整體的表現 會說太過之差 所以我覺得 就算升到2.4這些位置 都可以等一等 如果突破這些位置 可以等到股價升到2.6 2.7這些位置 才去估出你這場 謝謝Anna的分析 也謝謝梁小姐的查詢 接下來我們解答Email方面 有一位署名姓黃的 不知道是先生還是女士 想問981的中芯國際 想問合理買入價究竟在哪個位置 其實也有大行 唱好近期的表現 就說內地的需求強勁 其實又是否真的這樣 合理買入價格又是多少呢 其實你說如果公司做的 好像一些半導體的相關晶片等等 如果你說是基本因素 就有好有話的 整體而言這些產品的需求是強的 但是你說行業的競爭 亦都非常激烈 但是你說從近期公佈的業績 整體表現上 都見到毛利率有改善的情況 這方面是一個利好的因素 所以短期後市來說 我覺得是有條件看好一點的 但是至於你的問題 好像講到一個合理的買入價 所以我想你也要從技術走勢看 從技術圖表的走勢看 見到股價近期來說 自從出現業績之後 都成功重結了10天線黃色線 7.1這些位置 再突破20天線 7.2這些位置 但是你說從短線角度看 股價自然低見了 6.6這些位置之後 反彈了上來 累積反彈幅度 兩成多又多 所以你說一個合理買入價計 我想我可以考慮 在7.2這些位置買 如果你說這些位置買入 將止洩價 設在6.9這些位置 不跌穿0.69這些位置 我覺得後市可以看 等股價升到高位 0.78這些位置 才去考慮股出的場 謝謝Anno 看到中芯國際 暫時沒有升跌 正在做7.4 這節的時間都差不多 和你做個申報 剛才提及的股份 有沒有持有的? 沒有持有的 謝謝Anno 待會回來繼續有直播時間 再和大家見面